HELLO 大家好,我是雪兒仁 很多客戶說,熱昇華商品市場越來越受歡迎 不論是個性化的公仔、馬克杯、手機殼 還有等一下為大家介紹的行李掛牌及筆記本 那熱昇華轉印在表面有塗層的產品 並在高溫下促使熱轉印的油墨受熱後昇華 然後高溫的墨水深入物體的表面 形成色彩亮麗的圖像 然後溫度越高,色彩也越老闊喔!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多款的熱昇華筆記本 那像這一款就是滿版的印製 它連中間都是可以印製 那像這一款它還有分三種尺寸 那這個是大的尺寸 那這一種是中的尺寸 那另外這一款是小的尺寸 那另外再為大家介紹另外一款筆記本 那這一個是只有單面印製 就只能印製在這一個白色的面 那另外這個黑色的面是不能印製的喔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款是火葉夾的筆記本 那火葉夾的筆記本一樣是印製在這個白色面 黑色的面就是它的背面是不能印製的 另外我們推出了熱昇華行李掛牌 等一下我們會印製給大家看喔 接下來我們要做熱昇華筆記本的印製過程 首先呢我們是由熱昇華的印製 轉出一張熱昇華的紙 將它的圖形印製在上面之後呢 我們先放置在這個平台上 然後呢再拿出我們的滿版的筆記本 然後放置上來 放置上來之後你要對齊 對齊到你要的位置 之後呢再用一個膠帶幫它黏貼住 好把它固定住 那固定好之後呢 我們再幫它翻轉過來 那因為中間它中間有一個凹槽 所以呢必須要再放置它中間附贈的這個紙條 然後把它夾在中間 然後再翻轉過來 翻轉過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放上來 好 那我們推進來 好 那這一個筆記本它的印製的那個溫度呢 是180度 35秒 好 我們按下去 好 我們使用的是我們的電動瓶燙機 然後它開始印製囉 那這種升起之後 把它拖出來 然後我們再看看我們的印製成果 這就是我們印製好的 筆記本 然後你看一下 它的色彩相當的豐富 接下來呢 我們要印製這個是單面的火葉夾的筆記本 那因為火葉夾的筆記本 它中間有這一個磁扣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的印製方式跟剛剛滿版的是不一樣的 它不能把整個的火葉本放在這個上面 這樣子的話 它會把它中間這個壓斷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把它靠在旁邊 好 然後之後呢 再幫我們的土放上來 然後如果你擔心它會跑走 那您就是先翻過來之後 一樣是翻面 放在桌面上 然後呢 貼膠帶幫它固定住 然後再做翻轉的列印 好 雙面貼住 然後再做翻轉 然後一樣是靠在邊邊 好 然後再推進來 溫度秒數跟剛剛都一樣 一樣是180度 35秒 好 我們開始進行印製囉 好 我們印製快完成囉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印製的成果 要拿出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印製好的成果 看一下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內葉一樣是好的 然後整面是這樣子的 結束好說 對 阿根 完全是黑色的 好看 好看 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們來印製行李掛牌 那行李掛牌一樣 它是這一個白色的面 是有表面塗層的部分 所以一樣我們將我們印好 印製好的熱身滑紙張呢 放置在這個上面平台上 然後再將白色的印製面 對應到這個圖 好 然後呢再用膠帶幫它做固定 那黏貼好之後呢 一定要記得翻面喔 好翻面 白色的紙張是朝上 這是印製面 好一樣我們秒數設定 溫度跟秒數設定一樣是180度 35秒 好我們開始印製囉 印製完成 好我們拿起來 然後把紙張拿開 好 因為它非常的燙 所以呢要小心拿 好看一下我們的印製過程 這樣子 顏色非常的飽和鮮明喔 好的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熱身滑 筆記本的印製過程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我們的官網 或者是來電和我們洽行更詳細的資訊喔 好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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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喔